今天和大家来聊聊这个香瓜 这个香瓜啊 我们北方人叫香瓜 我今天讲的主要就是讲这个香瓜的这个品种 香瓜的品种实在太多了 我们种香瓜的时候呢 选择这个品种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为什么这么讲呢 就是在你选择这个香瓜的时候 一定要根据当地的气候 然后呢去选择它的这个品种 如果你那里的气候特别的炎热 然后阳光充足 那如果你要是喜欢吃这个阳角蜜的话 那这个阳角蜜就特别适合在这种阳光充足 然后温度特别高的这个地方去种这个阳角蜜 那我这里呢 我去年有种阳角蜜 种的呢也挺好 可是呢 就是到了最后最后 那个阳角蜜也是没有成 然后天呢就开始冷了 因为我这里就是始终温度不够 所以呢温度不够的地方 千万不要去种这个阳角蜜 我去年种呢 我觉得可能是我种晚了 所以我就今年呢就稍微早一点的种 但是呢 因为我出一趟远门 然后呢 等回来的时候呢 那些香瓜就全都给 就是渴死了 全都干不死了 然后我又重新育的苗 本来我是五月份种的 那后来我又重新育苗 就是在六月份 这些呢 现在就全都是六月份育的苗 因为品种不同 所以呢 它长势呢 也是不一样的 从这个外观的这个角度来看 好像是长得都挺好的 其实不是这样的 像我这里呢 就不适合种阳角蜜 我现在这个 左边这个呢 种的就是我们北方 就是适合在北方生长的 这个品种 就香瓜 叫甜脆香瓜 你等这边这个呢 右边这个呢 就是羊角蜜 那现在呢 我们得进前看看 你看看我这个 在北方生长的这个香瓜 你看看它的这个 这里也是 前面也是 已经长出了很多的这个 这个香瓜了 可是羊角蜜的这边呢 我连续了好几天 我找了 也没看见有一个长大的 只不过就是有小的 看看 六月份到现在 这个羊角蜜 你看 才长这么大 你看看 那你说 现在已经是八月下去了 马上就要九月份了 我这里九月份以后 就开始陆续的 就开始冷起来吧 最热的天气 我们这里就是七八月 就这两个月 热的晚 冷的特别早 那现在你看它这么小 等它长大了 还没成呢 天就已经很冷了 所以我这里呢 不适合种羊角蜜 如果在西雅图这边的这些朋友 要想种羊角蜜的话 我劝你还是放弃吧 因为我们这里这个温度和这个阳光都不足 不适合种这个羊角蜜 要想种的话就种我这边这个品种 这个品种就是甜脆香瓜 这个是在 我小的时候 在黑龙江那一带 种的这个品种 那这个品种呢 就特别好 你看它现在还没有成 等成了以后 这个瓜就开始 这个头这个地方就开始变白了 那个就成了 然后你可以闻到非常非常香的 这个香瓜的味道 这边也是 看看 可以闻到香瓜的味道 但是现在还没有成 不过不管怎么样 它已经长到这个程度了 再有一个月 或者是半个多月 它怎么都会成了 就是说你种这个 你可以吃到香瓜 那你种这个羊角蜜呢 就没这个机会了 你看现在它才长这么小 那怎么能长成呢 根本长不成的 所以白浪费水 白浪费肥 你看这边长 特别的茂盛 特别好 但是不行 这个瓜 都 你看 这有的是 刚从这个 这里边长出来 这个就是羊角蜜 那才这么小 所以没办法 这里边我也看不见 有一个大的 一个都没有 但是种我现在 这个品种的这个香瓜 还可以 这边都有 种这个品种的这个香瓜 就肯定能吃到 所以说还是 无论种任何东西 首先要考虑的 就是这个品种 适不适合在你这个地方 这个生长 如果不适合在当地生长的话 就千万不要再去尝试了 尝试也没有用 只能是浪费时间 然后浪费水 浪费肥 那我现在这个品种呢 要是在比较热的地方呢 也能种 在我这里呢 也可以 所以这个品种就比较适合 在所有的地方 都适合种这个品种 那好了 关于香瓜这个话题 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了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请按订阅花果庄园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